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国字号队员的俱乐部还给增加一个外员亚外名额 这样也就意味着之前上场的三名非亚外和一名亚外政策将重新恢复 而享受这个政策福利的球队还要求有被抽掉国字号队员 从国字号队员征战三级联赛来看 大多数中超球队都会有球员被抽掉 所以额外增加一个亚外名额 基本上都会有 可是 由于最近两个赛季实现三外员新政 很多中超球队都放弃了亚洲外员 只有少数球队保留 但也是为了替亚冠 而还有保留亚洲外员的广州恒大 一旦这个政策实施的话 那么是肯定不会让金英权离开的 金英权在亚洲范围内还是顶级中后卫 有他在可以继续增加球队的防守能力 下赛季丁战亚冠联赛也有帮助 再加上其他三名非亚洲外员和一帮本土国脚 重夺亚冠军也是有很大希望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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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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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